美国国务院8月24日发布了关于中国在新疆问题上操控全球舆论的报告 报告说中国在新疆问题上操控全球舆论 并诋毁有关针对穆斯林维瓦人和其他民族及宗教群体成员的种族灭绝 以及危害人类罪的独立消息来源 中国试图扣大北京偏爱的新疆叙事 淹没 逼言话并骚扰那些批评中国的声音 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中国企图操纵和主导有关新疆全球话语的策略 为了应对中国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后 大规模对台湾施加的军事压力 台湾政府宣布增加2023年的基本国防预算 比2022年大增13% 台湾政府坚持认为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 中国村镇银行基连陷入经营危机 矛盾激化后 官方采取行动 中国银保监会发出公告称 原则同意辽宁省境内的两家农村中小银行进入破产程序 8月25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议员抵达台湾访问 这也是8月份以来第四个抵达台湾访问的美国真要代表团 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 在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后 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欧盟外长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宣布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就两国之间的人民自由移动协议达成了一致 表示科索沃塞族人以及所有其他公民将可使用他们的身份证 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自由旅行 美国司法部表示 司法部已对特朗普拥有美国最为保密的机密展开了调查 包括与情报和秘密人力资源有关的文件 根据塔斯社报道 8月27日 哈萨克斯坦国防工业委员会决定 在2023年8月底之前暂停武器 军事装备和军事产品的出口 下期是全部关注的 来文件哦 下期让很多人的发展 下期见 根据到你 打算